一大早物流就打电话联系 货已经到馆口了 因为我们的设备比较大 准备先卸我们的 所以我急急忙忙的就跑过来 现在已经到了展观 同期好像没有几个展 我们是亚太生物质能源展 今天主要都是设备卸货搭建 我现在已经到了展观里面了 现在我现在要找一下地上 我们的展位 找到我们的位置 现在司机师傅把车开进了 我们的设备已经到馆内了 两台 以后来这边10吨的插车 冰到展位上 再量一下这个道边的距离 设备要从这边开始摆 然后量一下这多的距离 就建筑 两台设备现在落地完成 现在师傅在做墙器的搭建 框架已经满满起来了 这边还有一块上栏头板 到时候会封起来 我们下午一会再过来看一下 我们家的情况 设备已经落地完成了 上午这边我自己展位 设备就位已经完工了 下午就是搭建 现在早饭还没时 已经快要11点钟了 连职业吃点东西 我们是整个展馆第一个设备就位的 其他下午还有特别有心 呃 一会下午 下午再过来看一下 搭建情况 下午的天气没有那么热 现在又到了展馆今天 基本上 战商都已经搭建得畅通了 现在去我们展位上看一下 已经在批灰了 整体的框架都已经出来了 还不错 做工都还可以 今天第一天搭建结束了 满头大汗 就跟蒸了桑拿一样的 这管里面不开空调就跟蒸笼一样 头发全湿了 5点钟闭馆 明天我们继续 今天要把设备的包装拆一下 今天就先结束回去了 晚上 不追着点好吃的 这搭建的工人吃货也是真的不容易 这天真的 热的 下午出来的时候还好 现在太阳又出来了 热的 再说 这管里面的温度 感觉有个40多度 作战会啊 本身就是一件 劳命当财的事情 但是也没办法 企业宣传 来形象 也不能不做 线上和线下的 宣传 同样都很重要